一个 起个 本人23 上个月刚入20款的Q5L 4510上款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让我开这辆车不行的违和 其实很简单呀 必须需要截个成熟一点的发型 夹个包 棕皮鞋在短丝化 然后再在白衬上里面 配个小背心 差不多气质就倒过了 开个玩笑 20岁出头开奥迪Q5L 确实是稍显的成熟一点 A款都还好 年轻很多 不过嘛 你这些当心完全是多一个 因为没有必要在乎别的眼光 别人了解你的车的时候 大多数只会说 它的奥迪后排挺大的 坐着挺舒服的 而不是说 它开Q5 太老车了 你在别人眼里 更多的是奥迪车主 而不是Q5L车主 懂了吗 不过车以后就没有必要去了 还有一张图片 让我拆个车 说是朋友圈看到的 红色的一键启动按钮 在空调的下方 再一看是跑车 其实是迷你 具体是哪一款呢 首先迷你的中类是不多 而且这个车看上去 配置也不是很高 我查了一下 应该是19款的 Mini One Plus 5 门版1.5G三杆的车 当时的指导价是21.18万 属于比较入门版本的Mini 这个车除了外观之外 基本上没有任何可取情 妹子估计是个严控 你自己稍微掂量一下 反正我也不是授意 看不出来你是不是嫌疼 该问题是个 刚高考完 目测有机会考上自己喜欢的大学 解放了呀 恭喜呀 他爸妈说了一下 想买车爸妈愿意出20万 我自己有六七万 介绍个25万左右的车上学用 老爸下面天赖 我不喜欢就介绍 我猜中了开头 这个结局谁怎么猜得到呀 在此之前我想抛出一个问题 就是大学生可以买车吗 问题首先要考虑成本问题 不过你高中毕业 加力拿出20万买车 自己还有六七万 这也不需要担心吗 其次就是有没有必要的问题 我的关键是车是一个代步工具 有肯定并没有反复 你爸说买天赖是咋想的 别人还以为开了你爸的车出来的 那肯定得是小众的 个体好看的呀 什么空间油好 那都是其次 反正一年也开不了多少公里 20多万肯定mini是最好的选择 什么JCW Countryman Clubman 就最普通的1.5T mini Cooper经典派 单门的这些 不加装的话应该25万左右了 至于原因吗 上一个问题已经给出答案了呀 其次我是觉得领克的车也还挺服务 比如说03家或者05 20万做头就能搞定 不过学生这个群体玩了 比较复杂 能不买车的话 尽量还是不买吧 第三个15万左右的SEV 选什么省心耐用 大多时候在高原 估计每年会开回老家一次2000多公里 高原上用车的话 气压会比较低 自然吸气的车容易导致动力下降 而涡轮增压的车型 更多的影响也只是涡轮池子而已 所以选涡轮 15万左右的话 建议选1.5T的XRV或冰质吧 因为还要考虑到几个问题 一个是方便维修零部件的号召 其次就是加92毫起油 不然高原地区开回家的话 如果路上没有92毫起油 加92毫就不太好 如果觉得小的话 可以看看国厂车 比如说1.6T的Ref8之类的 2000多公里 差不多从云南开会安危的距离 那2000有点拼吧 如果可以的话 还是尽量选择坐车回家吧 开车也不是不可以 多注意收取 切记 疲劳假 第四个 台湾快达越来越短了 说说引爆吧 不短吗 还好吧 就这很多人还觉得长了呢 引爆这个车吧 有点深不从实 1.5T4缸 170匹马力 跟思域是一样的呀 而且价格也不贵 10万左右 不过嘛 人思域都换代了 Face的不好卖了 你跑来跟人家比赛了 这不少了呀 就这个车吧 外观总有一些 似曾相似的感觉 千脸就一部奥迪威啊 再一看还有一点像领动 尾部看的像卡罗了 但是好看的是挺好看的 但是有点思想 这个是很遗憾 我只静态体验过 因为真的是没有车啊 我相信它确实能够开到7秒左右 也相信它的试试双离合 匹配的非常好 但是你说它能卖的好吗 不好 传奇加双离合 主要竞争对手呢 肯定还是明觉6了 其他的打不着 第五个七个 老不看看的红旗HS5 但我不满意它的油耗 销售给的价格也没诚意 价格给的合适 态度再认真一点 都有可能带来一档业绩 因为销售还放弃自己 第一选择这种情况 我见的实在是太多了 至于红旗HS5的油耗嘛 车主动车的油耗 量区满满大概在10.36升左右 4区的要超11升 确实稍微有点高 同价位车系油耗低一点的 不太好 反应这个车确实挺大的 有这个气场 或者说这个尺寸的SUV的话 还真的是不足 可以看看星远L吧 2.0T加8AT 尺寸差不太多 后来是质感做的确实上 因为锐虎82.0T出来之后 1.6T会不会降价呢 好家伙你都在想陶吃呢 现在没啥确切的消息 只是有耳闻 7月下旬的时候 锐虎8PLUS2.0T有可能会上市 现在不好说 且就算2.0T的锐虎8PLUS上来之后 1.6T也必然不会降价 因为锐虎8PLUS现在优惠付责 还是挺大的 乌鲁地区有15000以上 价格已经够便宜的了 而且1.6T197匹马力 动力已经绝对够用 就断2.0T出来 它1.6T也是主销车型 想再便宜就有点够分吧 第二个7个7个10年老粉红下 今天8月毕业准码三鸭壤 也喜欢2605 苏来想去 最后想买标志508L 问有什么要劝我的吗 单纯的 又是鸭壤马自达 又是法系的508L 很傻很天真 想必也是对汽车特别的热爱 对操控特别的在意 但是 懂车归懂车 买车归买车 你要是真的决定买了 那我肯定恭喜你 当时你说要让我劝劝你 我劝你别买 你骂要这个车以后到哪去修车啊 配件好不好找都是一个问题 它的操控底盘可音确实很优秀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它的空间配置智能化呢 当然了 劝我劝了 听不听你自己做决定 如果你我行我素真的买了的话 借我拍些事 第三个7个 聊聊将年福特领域吧 对空间动力满意 但是当时发动机和变速箱 想听听你的看法 你是想买福特呢 还是只想要一个福特的标 这问题高签出来就好办了 领域这个车啊 空间很大 第三排也OK 而且价格不贵 买来当家用车完全没问题 但是将年福特的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 根本跟福特没有任何关系 那时那么精致 一看就不是正经的 最重要的是 虽然用了福特ECO BOLTER的发动机 但是它变速箱用的是 老旧的六速双离合 不太靠谱 所以综合来说呢 可以买 但没必要 我们次的想入手一辆 新款的三箱A3 虽然很多人对入门级的BBA 嗤之以鼻啊 但是A3呢 真的 A3的三箱吧 车长和轴距都增强了很多 如果从远处再一看的话 确实跟A4L还有一点像 好看是最重要的呀 而且内饰呢 也要比A4L更精致一点 目前呢 很多地方又会三万块左右 严控的小哥哥小姐姐 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 最后会帅气的是一个 新车拉高速会伤车吗 能不能说说 手保前上高速有什么影响 拉高速和上高速是两码 有些车前的说明书 其实也有规定啊 新车在手保之前呢 尽量不要长时间高高速的好 对于这个问题啊 在我这里同意答案是 对比 你的车比想象中要更耐造一点 正常开就是最好的模仿 手保前上高速最大的影响 油耗会变 对了 七哥 为什么别的车评人 基本上都买百万豪车 而你却没有呢 你猜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不喜欢吗 还是因为太便宜了 我发现大家都有一个误区啊 就是觉得车评人都是很赚钱的 其实不是 车评人这个职业也要符合二八定律 20%的大V赚取了80%的钱 还有80%像我一样的打工人分 剩下的20%的汤汤水水 以此呢来维系收支平衡甚至亏比 不排除有一些白手起家的创业者 飞上了枝头变凤凰 但是绝大部分开百万豪车的车评人 他本身呢 就是fad 即便他不做车评人 他也是百万豪车车主啊 你懂吧 该个几个吉利辛瑞和比亚的 琴Plus DMI选哪个 就每天城里上下班 代付偶外出去旅旅游 如果你上下班的路程很短 对于油耗也不是那么的kill 而且更注重的是乘坐的舒适性 那么我推荐你买吉利的辛瑞 因为辛瑞做进去质感更好 空间更大 带家人出游的话更舒服呀 如果你要买辛瑞的话 我推荐你买13.27万的一个豪华家型 这个版本呢 它是带有主动安全配置的 带家人出游更安心 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贵了 或者说你对于油耗 还是有一点点的敏感 那么我推荐你买 琴Plus DMI55公里的旗舰版 不要买120公里的版本了 价格呢还是略微贵了一点 走在来说呢 那琴Plus DMI最大的卖点呢 就是它的油耗比较低 如果你对油耗不是那么介意的话 就无所谓呀 关键买这个车现在要等好几个月呢 让个提克最近 翘牌的驾油账开的特别多 挺便宜的 能加不还是石油实化好 翘牌啊属于合资公司 比如说陕西的一个延长翘牌 由于呢也是国内的石油公司 链厂来的啊 不存在什么进口油之处 其实我个人认为啊 哪个有好一些什么东西啊 都是选一些 但是呢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呢 对于翘牌的口碑评价还是不错的 南北差异呢也挺明显 如果你那边价格确实是便宜很多 而且加过之后呢 并没有明显感觉到 动力不足啊 或者油耗变高 不耐烧之类的问题 那又不是不能加 反正呢这个东西啊 比四银驾油账要靠谱很多 可是这个明爵五买哪个 配置好1.5升预算够 但是不知道CVT怎么样 怕动力弱1.5T又有点超预算 明爵五啊 这个车我真没想过会这么混 其实老粉丝都知道 我个人呢对于上汽的车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喜欢 那个明爵五呢确实很好看 而且价格也不贵 这个CVT啊是上汽呢 跟博士联合去开发的 可以模拟8的 据说呢是跟荣威 R5明爵ZS上面的是同一款 目前口碑来看的话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动力嘛1.5升120匹 匹配一个CVT的必须箱 你说能有多好呀 你想买的这两个配置啊 其实就差了1万块钱 1.5升变1.5T CVT变湿式双离合 还有一些其他配置 我觉得滑得来 再说了这外观设计的都AMG了 你不买个1.5T不太合适了 对不对 七哥关注你很久了 我想问问奇亚KX5和 丰田一泽女生开哪个比较好 关注油耗和性价比 奇亚KX5这个车我有印象啊 因为它的各个KX7呢 现在一个月大概能卖5辆左右 而且上市之处呢 还因为递配小黑板的事件 而火锅 有兴趣可以查一下 这个KX5呢 现在日子也好不到哪去 一个月卖200多辆 基本上是处于一个边缘人的角色 前两个月呢 还因为自动系统的问题啊 召回了8万多辆 这基本上是它上市以来 到现在所有的销量 实际上说这个车卖不好的原因很多 除了韩系车整体大事所趋之外啊 1.6T这些呢 匹配的是一个七速钢式双绿合并手架 口碑也很不好 所以无论是从品牌力 还是产品力来看的话 KX5我都不太推荐 相对来说的话 一折就更适合女生开了 小小有好低 而且品牌也比较大 车主重置的平均一会呢 在7.36升 比KX5呢 要少1.5升左右 再加上TNG的安全性表现也不错 所以呢 除了后排略微有一点点憋屈之外的话 这个车整体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OK